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秘密关 蔡徐坤和张哲瀚这两位都是现今圈内当红的明星艺人 两位最大友的热度和流量都非常高 不过蔡徐坤确实走红的时间是比张哲瀚要早一些 近日有网友爆料,蔡徐坤和张哲瀚这两位合作了同一品牌啤酒 但其剃头和其合约要求完全不一样 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蔡徐坤是品牌代言人,而张哲瀚是品牌大使 消息一出随即引发网友热议 在合约要求方面,蔡徐坤作为品牌代言人 只需要配合一次物料拍摄 并且品牌方还是今年蔡徐坤演唱会的合作伙伴 将会赞助八场演唱会 而张哲瀚作为品牌大使 要求配合两次物料拍摄,一次线下宣传 并且还给了销量任务 相比较之下,张哲瀚的要求更注重销售额一些 对于蔡徐坤品牌方似乎并没有给其一定的销售任务 这难道是很信任蔡徐坤粉丝的课金能力吗 蔡徐坤作为偶像左红 可以说是内于这几年选秀爱豆当中的天花板人物 不论唱跳还是作为制作人都具备一定的实力 并且还有非常出圈的单曲 人气更是不用说是属于顶流的存在 而张哲瀚今年也因为电视剧而走红 之前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 现如今人气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也因此拿下了人生首个商务 现在商务方面的资源也有了很大的起色 而这次作为品牌大使 其实有效的任务也是正常的 品牌方合作明星也就是为了提高销售额 尤其是这种快销品 最近张哲瀚趁着山河令这一波风狂烂多个代言 其中有一个代言是某知名品牌的破壁机 张哲瀚粉丝们早就已经摩旋擦掌 准备购入支持张哲瀚 结果买完之后就傻眼了 这商家确定不是在给张哲瀚招黑帽 据悉呢 但是张哲瀚代言的价格为1399元 当时粉丝们都选择第一时间支持 并在超话里晒蛋 在微博当中进行宣传营业 粉丝们还给了张哲瀚编了一个广告词 用了破壁机公土就不用洗手了 能够看得出来 该产品主打的卖店就是不用洗手 而且张哲瀚粉丝喜欢叫张哲瀚老婆 尼索哀悼是张哲瀚粉丝 最乐意做的事 正主呢 更是习以为常 随粉丝而去 粉丝们幽默挥谐 路人们看着赏心悦目 可就在这时啊 商家居然私自改动 调价把产品降价至1099元 比粉丝价还要便宜300块 也不是说粉丝们缺这300块 但是商家如此做法就太不给面子了 也太不体面了 打着粉丝价的名义公然割就猜 由于当时该产品在 李佳琦直播间价格非常低廉 导致张哲瀚粉丝 而在李佳琦直播间购买的两个完全不同渠道的相同产品 出现了价格差异 张哲瀚大粉当时为了稳住军心 表示可以退差价 但粉丝们一众反应不能退差价 张哲瀚粉丝们胶着又担心 生怕张哲瀚代言商品销量不行 出现退款退货问题 对此呢 网友们都抱着看笑话的心 还看待此事 并总结 其他明星都在狠狠地割韭菜 只有李佳琦和威亚直播间 才是真正的搞优惠 话要说话来 早买早享受 玩买想折扣 在前面付款的粉丝 早已不拿到产品 理应多付钱 但是啊 咱们还真的没见过 粉丝用粉丝价购买的产品 当天就降价这一说的 这是给粉丝挖坑 是在败坏张哲瀚的名声呢 这种退货狂潮 在山河令的另一位主演上 也曾经出现过 由于山河令的演唱会 一票难求 导致很多商家投机取巧 用故买商品后 抽奖送门票的方式 刺激消费割韭菜 导致部分没中奖的粉丝 大量退货 商家苦不堪言 发布公告警示粉丝 在娱乐圈 演过双男主剧的人 都被商家割过韭菜 这是大势所趋 更是商家找上门的根本原因 粉丝年龄普遍年轻 消费时日强 有从众心理 容易冲动 他们就是看中这点 才会选择找男演演 代言产品 粉丝们在购买的时候呢 也要擦亮眼睛 且莫被商家薅羊毛割韭菜 支持IDOL艺人代言的同时呢 也要更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你说呢 没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发平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tegen中逅